你等下又要去医院 怎么了 你等下又要去医院 那人是个手讹上你呢 人救我才受的伤 怎么这样讹上我 我是提醒你 别让人家图上 你说我有什么让人家图的 那是 能图什么图什么办 这一年头可不好说 就是老板上往外了想的 干什么事都要有个度 你照顾照顾是可以的 可以不能 整天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我知道了 妈 就几天 您坚持坚持 坚持 我都坚持六十年了 我身体可挺不住啊 妈 来 来 您辛苦了 辛苦了 那您今天晚上全都回来了 我明天从医院直觉去上班 整天就这么不着家 全让我在这儿干着 我身体盯不住啊 放心 我都想好了 我带着电脑呢 我到医院上班 医院有网 您晚上就好好歇着 什么都不用管 行吗 我倒是想不管呢 哎呀 得行啊 嗯 我不好唱 哎 我那还有些补药呢 你要不要 妈 你看那补药好像是给妇妇的 那有什么区别啊 哎呀 不要 我还不细地给了 要要要 谢谢啊 谢谢妈 那男人吃了他想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沈总 沈总 小龙 身体怎么样了 没事了 谢谢关系 那就好啊 你好好休息啊 沈总 有一个事 想给您汇报一下 什么事啊 关于吴总的 你打听到什么了 是吗 是这样 我被撞到那天晚上啊 我和宋永军在一起 小宋 不是魁的司机 是的 那天晚上啊 我和宋永军在一起喝酒 后来他喝醉了我送他回去 回去的路上呢 宋永军给我说了一个事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宋永军跟我说 吴总在东南亚还有一个女人 而且还给他生了两个女儿 沈总 我在 你没事吧 沈总 你先别难过 毕竟呢 这都是宋永军酒后的话 里边有多少真假的 咱们也不知道 也不定应全都靠谱 宋永军是吴世奎的嫡系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基本上就八九不理事 我觉得宋永军的这些话呢 也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呢还得进一步地去求证 怎么作证呢 重点还是在宋永军身上 回头我再把他约束来 好好的聊一聊 看能不能够出些细节 宋永军是吴世奎的远方亲戚 他从来只听吴世奎的 想要他照顾我 不大可能 沈总 我这次呢 也算是因火得福 宋永军一直以为 我是因为他才搞成 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他现在非常地信任我 等我出院以后呢 我把他约出来 再好好地跟他聊聊 争取把这个事的情况 摸清楚 好啊 小陆 好 谢谢你 不过现在 你自己的身体最重要 先好好养胜 公司的事以后再说 您放心吧 好 我等你回来 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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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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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事 这么高兴啊 不是说了不让你来吗 那谁让我欠你的呢 来 趁热热 什么呀 呼吉他大补 又是吉他 我也知道东崇夏草好 我买不起啊 我不喝啊 花了好长时间炖的呢 怎么能不喝呢 我这天天喝鸡汤腻死我了 快点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特别好喝 喝得对身体好 我真不喝 大丈夫一言九鼎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 你喝不喝 不 我再问你一遍 你喝不喝 不不喝喝 不喝是吧 不喝是吧 不喝 你喝 喝 对呀 早点说喝不就完了吗 真是的 行寻逼供真够狠 你快快快快快点 怎么样 没错了 真的啊 有进步啊 放心 大胆喝 这多人哪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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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啦 冰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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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回来的先睡了 好 可我好渴 我打点水去啊 我 你怎么偷看我电脑啊 我手欠不行 帮我帮我帮我 你这煲汤都是现水吗 那儿的人不都爱喝汤吗 讲究啊 我们这儿人没怎么讲究 所以我就 只能招着电脑上现水 不过效果还可以吧 白河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我呢就是小命一条 弄点什么白开水啊 粗茶淡蒜就打破了 那你这话说的 谁都是父母那儿的掌上明珠 性感宝贝 你家里人要是知道你受伤呢 该多担心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 你家里人 家里人 我家里人呢 有两个 我妈 我女朋友 不过男的都是 十几年前的事情 他们已经离开我了 你身世也挺悲惨的 那我更得对你好点了 千万别留下什么后遗症 浪埋怨 还好 我电脑给你学一学怎么包烫 但是我看包的这些汤 你也不是特别爱喝 没有你女朋友包的好喝是吧 她不会做饭 我妈也行 我妈包烫挺好喝的 不过那个味道 你别说 这上面正好有 有一个汤叫 妈妈的味道 我学一学 我明儿包给你喝啊 我说错了话了 我说错了话了 没有吧 你妈对你特好吧 过去吧 我那事怎么样了 还行 要不然你帮我看看 提点意见 来 你好 请问一下607病房怎么走了 不是这一层 前面左转上电梯 谢谢 谢谢啊 怎么样 有没有妈妈的味道 没有妈妈的味道 差不多得了 是妈妈的味道 又不是你妈妈的味道 我还没说完呢 说成格的啊 糖真不错 比我妈包得好喝 我没看出来啊 你还有做饭的天赋 不当个厨子太可惜了 真的 真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这是祖传的手艺呢 其实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 就有点费功夫 好 不当个人 就会实在有人上 不当个人 就会实在有人上 不当个人 庄子曰真是生在腹中不知腹 这年头会做饭的媳妇上哪儿找去啊 她就得撒手了 孔子曰呢 就给你包点汤嘛 至于他们拍马屁吧 不是老话说的吗 拴住男人的胃 就拴住男人的心 行了 别平了 赶紧喝 一会儿凉了不好喝了 好 就吃这个 超好吃 没营养 什么没营养 我老外天天吃这个 你找人干吗到了 那是老外 你是金发碧眼的吗 这碗汤 你喝了 谁 你喝 这是给你熬的 补身体的 我喝什么呀 你也补一补啊 让我喂你啊 我喝什么 我又不是病害 你喝不喝 喝 那我喂你 你神经病吧 妈妈的味道 你神经病 来来来来 别闹 赶紧 行行行行行 行了 你别闹了 喝一口 住手 大展 从今天开始呢 姐夫就由我全权照顾 你以后就不用再来了 妹妹 可能你不知道 谁是你妹妹呀 她侄女 那你能让我知道 我怎么称呼你吗 大侄女 你不叫我大婶吗 我可不得叫你大侄女 少挣我便宜 我叫张安婷 我叫叶百合 小罗的同事 不管你叫谁呀 我来就是告诉你 让你以后不用再来了 那这可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小罗呢 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 我有义务到医院来照顾她 要不然我心里会很内疚的 我说你这人 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 我说了这有我在 你就不用瞎操心了 对了 你说你跟你姐夫 你姐 你们仨这到底 这怎么回事 他们俩以前非常非常恩爱 本来婚期都定了 可是突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就在一年前 我姐姐出车祸去世了 我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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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亲爱的 晚上有空吗 想不想一起看电影啊 想啊 可是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那 晚上下班我去接你啊 咱一起吃晚饭 不用了 我今天啊工作挺忙的 亲爱的 咱俩好几天没见了 我想你 人家也想你呀 可这不是不舒服吗 那好吧 那你晚上睡觉前 记得喝牛奶啊 要再不舒服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好 关了啊 拜拜 喂 天娇 吴总 你怎么想起打电话给我了呢 怎么样 我这儿有没有时间呢 有啊 你怨我啊 怎么着 有空啊 有空 好 好 这么说 你姐姐走了以后 一直是小罗在照顾你 可不是吗 我的学费生活费 全部都是姐夫给的 那你花不少钱吧 虽然姐夫老是说我乱花钱 乱买东西什么的 可是只要我一开口 他一定不会不给我的 小罗工资也不高 能这么对你 还真挺不容易的 所以吗 我说姐夫是最好的啦 那那个 你姐去世以后 她就没再找过别的女朋友 怎么可能 我姐夫心里只有我姐 看不出来吧 我姐夫呀外表帅 内心美 你说这样一个 得意双心的男人 我怎么可能让给别人呢 那倒是 行了 我彻底听明白了 那罗程就交给你了 真的呀 真的 太好了 姐夫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百合呢 她走了呀 走了 被我成功地劝退啊 劝退 其实大婶人还挺好的 在我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说一副教育之后 她终于决定退出了 把你完全地交给了我 不是 那我交给你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从今天开始 你 与我 张恩恬 全权互理 你呀 姐夫 你躺好 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给你 谢谢你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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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我倒杯水去 在那 在那 还七星期 不欺负死我就好 什么情况 我 姐夫 你怎么了 恩婷 你这给我泡的什么呀 牛骨茶呀 专门给你吃骨头用的呀 牛骨茶呀 你尝尝 好喝吗 我快了 我拿住杯子了 这是我室友的减肥茶 郑阿姨 快请坐 快请坐 给你点了咖啡 谢谢 有什么事啊 不能在电话里说 我跟您说了 您别着急啊 柔成出了个车祸 出车祸了 不过没有太严重 他现在已经好差不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为了救我 推了我一把 让车祸了 让车祸了 要不然被撞的人就是我了 为了救你 那他伤到哪儿了 大腿 缝了十几针 不过 医生说他年轻 恢复得特别好 可能过一两天就能下地了 很快就能出院了 那怎么才现在告诉我 刚开始不是 着急送他去医院 照顾他什么的 乱七八糟一堆事 主要是怕 当时跟您说了 我不是着急吗 抱歉 抱歉 原来是你在照顾他 但是现在不用我了 不用你 是什么意思 恩婷在照顾他 要不然我怎么 有空来见您呢 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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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呢 我在给你美容呢 时候不早了 赶紧回去吧 不 妈 人家就要在这儿陪着你吗 大夫都说了 姐夫这里晚上不需要陪货 赶紧回学校去 凭什么呀 可是大婶晚上 就能在这儿陪着 我一来就不行了是吧 这是什么话 姐夫的意思是说 晚上这里不需要人了 听话 我不 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 听话好不好 不嘛 姐夫 你不听话 姐夫生气了 姐夫 你也不看看 现在几点了 宿舍早关门了 你要非得等我走的话 那我只好露宿街头了 你这个孩子 你看 你看 我早说让你回去 你不听 你不听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姐夫 你考验 姐夫 你什么 手 手 恩婷 别闹了 姐夫 对不起嘛 恩婷 你来照顾 我很感动 但是姐夫这里 真的不需要人 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吗 姐夫 我接受你的道歉 你再这么整下家 姐夫又得少活两年 有那么严重吗 恩婷 你啊 不是我说你 你现在就是个孩子 你瞧瞧你画的 等你以后长大了 会照顾人了 再照顾姐夫 好吗 好吗 姐夫 姐夫 你起来嘛 我起来干吗呀 我起来着急 我看见你我就着急 你那边又落一天刻 你知道吗 你别管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你别陪我了 你陪的我是查不撕饭不行 我不 我不 疼疼疼疼 我求你了恩婷 你再多待两年 我少活两年 不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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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 姐夫 我说了多少次了 你走 姐夫 我不想看到你 祝你早日康复 你爸爸真的很想你 阿姨 你是 谢谢你 姐夫 那个阿姨是谁啊 姬姆 程阿姨 你怎么来了 阿姨要买首饰吗 不不不 我不买首饰 我是找你啊 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 你这儿时候方便吗 还行 现在没什么客人 您说吧 百合 还是你继续照顾罗世亨吧 我 现在不是那个恩婷 在照顾她吗 那个姑娘我见了 她根本不会照顾人 是吗 可是我那天答应恩婷了 说以后 都让她来照顾罗承 她哪儿是在照顾她呀 她简直是折磨她 百合 你还是照顾罗世亨吧 不是 不是我不愿意照顾她 我本来也应该去照顾她 只是您可能不知道 我觉得恩婷那个女孩子吧 对小罗可能有点那个意思 所以她盯得挺紧的 我去了我怕她有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啊 你们俩都是单身 就算是好了又有什么呀 您可千万别开这种玩笑 这样吧 我去找恩婷再谈谈 你还是照顾世亨 设定了 吴总 抓紧时间去医院看看罗承 我去医院干吗呀 人家叶百合每天下了班 都去医院照顾罗承 我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吧 叶百合每天晚上下了班 都去医院照顾罗承 你不觉得奇怪吗 那罗承不是因为就叶百合 才受伤的吗 没那么简单哪 之前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他们两个一向不对付 而且罗承是我亲自 把他调到采购部的 那我对他的栽培之意 旁人肯定是名气呀 还不明白 罗承是我的人 叶百合是沈冰雁的人 他们两个搅和在一起了 你说会不会 您的意思是 是叶百合主动去接近罗承的 他的背后是沈总的阴谋 当然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呀 我现在特别想弄清楚 罗承跟叶百合之间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 吴总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一早不一迟啊 阿姨 你等我一会儿了吧 没什么 现在迟到啊 都成为年轻人的时尚了 也不是了 刚刚我去帮姐夫打饭去了 所以就晚了那么一点点 喝点什么 咖啡还是果汁 咖啡吧 服务员 来 来杯咖啡 小龙 娇姐 你怎么来了 你看你还这么客气 还买东西 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 大夫说了再挺几天就出院了 我早就想来看你了 但是店里太忙了 实在是抽不开身 我知道你忙啊 你天天日理万机的 你能来我就已经很感动了 这几天 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时亨是吧 对啊 我虽然是她的继母 但她的性格我还是了解的 姐夫的性格我也知道啊 那你说说看 姐夫嘛 外表英俊 内心善良 放在武侠小说里面就是那种 侠骨柔情 剑膽情星的那一种 你是不是喜欢你这个姐夫啊 阿姨 我看出来了 那 那您的意思就是 反对我跟姐夫的事了 你喜欢她 人家喜欢不喜欢你呢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姐夫 深深地爱上我的第一 这个话题咱们先放一遍不了了 今天我请你来 是有事拜托你 您说 只要我做得到 我一定帮你 你一定能办得到 我现在就想啊 赶紧好喽 早点回公司上班 上班不着急啊 你先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我在这儿闷啊 闷得慌 闷死我了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那我怎么听说 叶百合过来看你呢 来过几次 还给我带签饭什么的 那她是来照顾你的了 偶尔照顾一次 小罗啊 你平时叫我一声姐 有的事儿呢 姐要提醒你 您指示 你这次受伤 和叶百合有关系吧 那车啊 冲她撞过来的时候 我就把她给推开了 她就觉得是我救了她 那她来照顾你 是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 什么暗不暗的 她就这么说 我可真没这么想 小罗啊 我可当你是自己人 我就跟你明说了吧 跟叶百合走得太近了 对你没有好处的 为什么呀 你现在是公司采购部的人 而且你是吴总身边的大红人 你知道公司有多少人羡慕你吗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 你要格外地小心 你以为叶百合是个什么人 她可不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 她以前之所以能当上店长 那都是因为有沈总在给她撑腰 那是以前啊 她现在也不是店长了 她当保洁员的时候 沈总也没拉她一把呀 是不是店长都一样 只要她还在这个店里 她就能随时去跟沈总打小报告 要不是沈总照着她 她早就卷扑盖卷走人了 这个还真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 自从我当上店长以后 叶百合多次去沈总那儿 捏造事实抹黑我 要不是有吴总护着我 我早就被她害死了 有这事啊 当然有啊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沈总找你去 询问回购业务的事 记得了 后来总部果然就找人来查了 虽然没有查出什么 那是因为咱们配合的积极 可是这件事情的背后 全都是叶百合在捣鬼 没想到她是这种人 要是都让你想到了 她还怎么当奸细啊 这整个一个无奸道啊 你以为呢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厉害 娇姐你要不告诉我 我到现在我还蒙到鼓里呢 小龙啊 所以我说啊 你还是太年轻 你这一住院 叶百合三天两头地 跑过来看你 你以为她真的是来照顾你啊 那 那她来干什么呀 套话呀 我没有什么鸡皮情报啊 但是她可以浅移默化地软化你 然后再测烦你啊 怎么又有点潜伏的意思了 你可别当自己是松红雷啊 你小心被她玩死 小龙啊 叶百合这个人表面上看很善良 其实她是个处心积虑 会玩阴谋的人 你可不要忘了 咱们俩才是一头的 大姐 你 你们是不是甄嬛传看多了 你想当皇上啊 女人太可怕了 还是住院好 想死吧 女女 怎么 不难办吧 可是 您拜托我就是让我走 那凭什么呀 我觉得现在姐夫正需要我的时候 我得照顾她 不能离开她 请问 你从小到大 都照顾过谁呀 人嘛 姐夫倒是第一个 不过小时候我养过小兔子的 都是我喂她的 那后来呢 后来 因为那会儿住的是平房 小兔子就自己挖洞逃跑了 你看看 兔子被你照顾得逃跑了 你这个姐夫也快逃跑了 不可能 她连下床都困难了 你再这样下去 她不逃才怪呢 阿姨 我知道我不会照顾人 可是为了姐夫 我都愿意去学的 对了 我在网上买的书倒了 书 什么书 书名叫做 术后病人的 护理 急保健 我已经想好了 等姐夫出了院回到家 我就按照书里面说的 把它全方位地照看起来 我非常欣赏你的决心 但我不得不说 就你现阶段的照顾法 世衡能不能出院 都是个问题 阿姨 苦友那么差 不不不 你不差 但你在做一件你最不擅长的事 你现在照顾世衡的效果 是适得其反 并没有在她心目中增分 反而减分了 减分 那您的意思 起初是说我没戏了 你再留在医院 就彻底没戏了 那怎么办呀 好办 离开医院 回学校去 阿姨 您不会是姑娘的吧 你都是成年人了 看得出谁好谁坏吧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可是我要走了 姐夫怎么办呀 这请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请百合照顾她 天哪 怎么又是那个大婶呀 我爱你 啊 请啦 正好 洗洗手 洗洗脸 该吃饭了啊 给 我今儿带的东西都是你爱吃的 不过那炸糕我没给你买啊 你现在不太适合吃油腻的东西 只要小心一点啊 你又来了 什么意思啊 不欢迎啊 文婷不是说把你劝退了吗 她人呢 回学校了 真的假的 真回去了 要不然我再把它给你请回家 别别别 千万别 你算是有福气啊 你现在又交由我这管了 我这是猜出狼血 又入虎口啊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全顾的 吃吧 行了 我得上班去了啊 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带过来 随便 随便 嗯 等着吃随便吧 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天忆啊 什么事啊 爸爸 是我 打扰您休息了 还好 还好 对你怎么样啊 爸爸 我要和吴时魁离婚 你说什么 离婚 爸爸你先听我说呀 我跟他过不下去 你知道也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了 之前你一直跟我说 为了飞龙集团 为了牙呀 我们做父母的 吃点苦受点委屈 也应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我给了呀 这么多年 我无数次地给他机会 我委屈求全 可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他已经背叛了这个家 背叛了飞龙集团 他在东南亚 包了二奶 生了两个女 爷爷 听爸说 是为了想说话 是比较了解的 他不敢 不要提醒什么谣言 爸爸 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 你还要替他说话 要替他开脱呢 爷爷 没有替谁说话 如果他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那么一定要个证据 是 好 我一定会拿到证据 我不仅不会让飞龙集团散伙 我还要让他为他的背叛付出代价 昨天我就想到下地了 瞧 你瞧 你瞧 现在老实了吧 这可是血光之灾啊 你啊 出眉头了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收手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做到手 多久 对不起 你 你 有没有